警方打击非法活动绝不手软 尤其开灾临近 烟花爆竹违法活动更加猖獗 数据显示从3月28号到4月9号期间 警方成功冲攻了市值超过330万令吉的各类烟花爆竹 一共有120名违法销售或售卖未经许可烟花爆竹的人士被捕 皇家警队秘书拿督诺西亚发文告指出 警方持续监督全国各地的烟花爆竹买卖活动 这也包括了网上销售活动 他呼吁民众不要以身试法 否则将会受到法律对付 同时警方在开斋节来临之际 一共收到了6526份烟花销售执照的申请表格 其中5188份已经获得批准 其余的1338份因为不符合条件而遭到拒绝 3188份 5197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